Nio聊四季 今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對戰阿拉伯地圖 好那我們先來看藍方 蒙古人 藍方蒙古人的特色是吃鹿 吃這種野生動物 或這個速度加乘 那它加速速度是非常快的 有40% 吃鹿啊豬啊大象 這類的野生動物 都這個速度都非常快 所以它可以在一些尤加頓地圖 動物特別做一些地圖 可以去做一些特別的選擇文明 然後可以打出自己的優勢出來 那蒙古的經濟優勢 就只有打獵這個能力而已 那它的這個馬功呢 功速也是全永續最快的 那它本身啊 城堡時代也可以直接出馬功 也可以直接吃到這個 功速增加25%的效果 那本身呢 它還有這個蒙古突厥可以出 那蒙古突厥最大問題就是很難量產 然後城堡時代還要先挖石頭 才可以先生產 所以蒙古的玩法沒有那麼的局限於 只能使用蒙古突記 那再來蒙古本身的一個馬的問題 是它沒有三級馬凱 但它的肉馬跟草原騎兵 有這個血量加成 所以這個馬凱的問題又稍微減少了一點 所以這個問題不大 整體而言蒙古弱點我覺得 也沒有什麼太大弱點 弱點就只是中後期的經濟比較差一點 畢竟自己的這個打獵 就前期有效果 鹿肉吃完豬肉吃完了 後期就沒經濟壓成 所以要追經濟可能會很難追 所以蒙古也是比較適合 喜歡一直打強軍式的玩家 去做一個選擇的文明 那蒙古也有這個打獵加速的效果 所以蒙古黑暗時代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 速上這個16P 17P肉馬 高速肉馬開局 那有時候會殺個對手措手不及 那在這一招對新手 欸不是算新手 算1800分左右以下的人 還算有效 但在以上的時候就沒什麼太大效果 因為 你只要看到對方16、17P 欸自己才剛快20P 然後對手就已經上封建時代了 好這時候 家裡就會開始圍了 那有些新手不知道 欸他怎麼那麼快上了 他只是單純打一個極限弱馬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 蒙古這一招 極限弱馬開局方式 現在高端場景沒什麼人要打 那在我們這種分段裡面 偶爾還是會出現 但也是很好 康可 那只要一打這個戰術 就只要把自己家裡圍死 然後慢慢狗上這個 封建時代 出長江兵 好那再慢慢圍 就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整體而已 蒙古出這一招 會讓自己經濟很差之外 他會有可能就前期一邊爆開 然後就打輸了這樣子 所以我是蠻不推薦 打什麼16P 17P的弱馬 這種戰術 這個很容易就出死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是沒辦法出垃圾兵的文明 他是一定要用黃金兵種去打架的文明 所以他有這個金礦功能採集速度 增加20%效果 可以讓他一直出黃金兵種 一直出一直爽 那他的最精銳的兵種 是這個土耳其火槍兵 血量蠻多的 而且傷害極高 那本身火槍兵也是早期很多玩家的惡夢 然後城堡時代直層27P 27P挖石頭 直上城堡 城堡時代一好就可以蓋城堡 然後這個火槍兵就可以一直瘋狂出 就會很難產了 那火槍兵本身最大弱點是怕騎士 跟這個弓兵 但數量也要起來 不然大量的火槍兵一直射的話也是承受不住的 整體而言火槍兵最大問題就是 敵動速度慢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太明顯的弱點 好 那再來他的火藥單位生命價位加25% 所以他的這個火藥也是蠻難解的 他的火槍兵也算火藥單位 還有火炮這樣子 所以相當來說火槍兵的血量 應該是遊戲最多的火槍兵的血量 那土耳其人前期通常是會打一些小弓 在轉肉 那小弓也不會出太多 那主要是以肉馬為主 因為土耳其人的肉馬是可以免費升級的 那到城堡時代可以變輕騎兵 帝龍時代直接就升級薛陽力 薛陽力騎兵的升級 而且他的這個肉馬的遠方 應該是全遊戲最高的 因為他的輕騎兵的防禦加成是會加1的 所以打到後期 這個輕騎兵的防禦真的是蠻硬的 好 再來要講 我在想要講什麼 應該土耳其的特點就是這樣子 那目前看起來 蒙古證明是選擇 18春 上封建時代的開局方式 這個就有點像是那種 17 16P的弱馬開局 所以這個100%一定是打弱 好這跟均勻蓋的有點慢 哇有點loss掉了這個問題 這個 這個有點慢了一點 慢太多 慢太多 馬舟下的太晚了 雖然有兩個村民蓋但還是慢了一點 好兩隻村民直接硬蓋這個馬舟 等一下一起伐木 那你看這個蒙古肉量非常誇張 還有387 至少可以按3到4隻馬 那如果蒙古再更狠一點 再拉個4村 直接過來 或是拉個3村直接過來 蓋魔房之類的 但只有3隻鹿應該是直接拉4隻村民 或3隻村民 直接過來吃 那我覺得這個距離應該3隻村民就夠了 如果真的要吃的話 因為3隻的話會留下一點點肉 但這個肉的距離 這樣吃完3隻肉裝滿 回去再回來的期間 這肉應該也腐爛掉了 所以應該會自動去吃下一隻的 鹿 那蒙古看要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對他來說也是好事 但也要看有沒有看到這個視野 沒有看到啊 如果蒙古有看到這一坨鹿的話 應該有可能會這樣吃 好 但是土耳其人這時候也上了封建時代 有沒有 他的打法只差了一村至兩村而已 但是這時候大部分的玩家 還是可以正常的防守 常常也可以即時的出來 所以這個極限肉馬的打法 太容易被守下來 而且自己經濟又會很差 所以我真的是不太建議 大家去學這個玩法 好 那蒙古這邊 自己想要邊進攻邊防守的關係 所以讓自己肉馬出去的時間晚了一點 沒有全力爆兵 因為給壓力了 所以對手還是可以把兵往外派 好 這裡長槍兵 看到我直接回頭 哇 這裡還沒有為好 但是我長槍兵在這邊等了 好 長槍兵繼續守這個位置 要不要蓋個城門守一下 但沒有 直接要進來了嗎 長槍兵 長槍兵不敢進來 這邊還在探路而已 長槍兵追長槍兵 肉馬這邊也在繞 都沒有在做事 兩邊都在跳恰恰 那土耳其人這邊 全是要爆洛馬 那工兵 並沒有要出的意思 畢竟這個 土耳其 肉馬是會自動升級 出洛馬 感覺是比較 有鑽頭的 好 那看起來 兩邊就是 你追我跑 我追你跑 互相追逐 只差個沙灘而已了 就可以浪漫一點 哇 這邊殺一村 哎呀 這裡蒙古 還不錯 直接拿到一村 那剛剛前面有講到 蒙古肉馬 會有這個血量加成 那封建實在是沒有加成的 到春寶時代的時候 才會有 所以這個血量 應該是45滴血 哇 這隻月月 這隻是長槍兵 完了 只要被咬我死了 好 這邊上個高地 直接反打一波 哇 這個血量有點少 好 應該是不能反打 那蒙古這邊 就有可能 開始要轉成寶時代 連這個洛馬也不出 兩邊看起來 都是這樣子 那兔爾七的黃金 是挖七一金 然後沒有挖石頭 所以應該 上 成寶時代 不會打這個火槍兵 畢竟對方是蒙古 自己出火槍兵的話 如果馬弓出來的話 火槍兵也不好處理 畢竟馬弓受了數塊 好 亮一朵的話 這個兔爾七火槍兵 還是有點難量產起來 畢竟還是要用這個城堡生產 畢竟還是要用這個城堡生產 不像這個馬弓 可以用這個射箭場 直接大量生產 好 蒙古這邊點下一級射 剛才是要轉這個馬弓路線 那他的射箭場 還沒有下 先下這個 唉唷 沒有下 不好意思 這兩個射箭場在這裡 好 那兔爾七這邊點城堡時代 時間差大概1分20秒而已 所以問題不大 這一分鐘差不多 生產出來也到他家裡 差不多剛好可以升級 但這邊 土耳其人居然按了大量的弓兵 這個 居然是走弓兵路線 雖然是可以啦 但是土耳其弓兵就只有到這個 到奴兵而已喔 那兔爾七還有這個馬弓可以打 他的異彩騎兵這個銀貫科技 可以增加馬弓血20的血量 所以他的馬弓應該是全遊戲 血量最多的一個文明 所以土耳其打馬弓是比較好的 但這邊直接打這個奴兵 讓我覺得有點意外 雖然刻字馬弓來說是比較好的 因為馬弓是本身射速不那麼快的 但是尤其是蒙古 所以這射速可能跟奴兵差不多了 但差別喔 這個弓兵 造價的便宜 馬弓比較貴 馬弓成型也比較晚一點 但這邊蒙古已經點下了品種 所以這個馬弓血量我到70滴血 那一隻弓兵只有35 直接是奴兵的一輩子血量 攻擊力也比弓兵高一點 6加2 5加2 但是馬弓確定就是射程比較短 4加2 那奴兵的話15加2 都是差1的 所以馬弓這邊要射到弓兵的話 就要一直往前喔 但一隻往前的話 又很容易被這個土耳其喔 直接放風箏 直接集火 所以弓兵要克制 馬弓的前提的話 就一定要去做這個秀操作 點火 集火一隻喔 然後一直利用這個高地去打 才有機會打得贏 那馬弓的話就是要一直往前追喔 因為手針太短了 不然很有可能會一直被拉打 點射點掉 OK 那馬弓全部點掉了 那這邊可能不會再繼續出奴兵了吧 這不再出奴兵對你有什麼太大好處嗎 看起來沒有耶 好處就是招架平移而已 然後克制馬弓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如果他現在打馬弓的話 感覺也打不太以蒙古 畢竟沒有這個攻速加成 而且血量還有點出贏 不然才可以打 所以出奴兵感覺還是比較好一點 不然就直接出這個 也沒有戰毛啊 土耳其沒有戰毛可以升級 只有毛兵而已 所以他這個斗力喔 永遠就是斗力喔 就是不會升級為重裝長槍兵 所以土耳其人對付馬弓國架的時候 是比較難打一點的 你當工程器喔 加這個工兵 或者是火槍兵去防守 帶火槍兵又很容易打不贏馬弓 所以種種原因喔 土耳其就會變成有點被動狀況 就像這樣子 那可能要等到地龍時代 火槍自己有這個化學之後 再去點火炮才有效克制對方馬弓 那後期喔 還可以再轉出這個 異彩騎兵大洛馬加上馬弓的土耳其的組合 那土耳其呢 目前的打法 目前看起來是 就是工兵加上這個 工程器防守而已喔 但地龍時代我不太確定他要打什麼 土耳其人的話 我覺得打洛馬加上馬弓的戰術是不錯的 機動器夠強喔 喔 直接射成兩隻 而且這個洛馬的本身喔 對土耳其又是遠防加成 所以洛馬加馬弓我覺得是土耳其 對蒙古最好的一個陣型喔 畢竟人家蒙古喔 本身遠防都不夠高 像這個馬卡也沒有三級 跟這個弓箭鎧甲也沒有三級喔 所以這個如果你出馬弓的話 就可以對這些單位造成大量傷害 三級科技的最重要的能力喔 就是防禦遠防加二這個能力喔 但這邊都沒有 蒙古這個遠防科技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打弓箭路線真的是比較好 OK 那蒙古看起來三TC跟土耳其一樣 但是土耳其這邊開TC開的 有點怪怪的 證明我沒有開這個位置 直接開外面眼睛喔 像這樣也好 畢竟 因為我在想他會不會從這裡斬進去欸 這裡可以射爆然後直接進去 然後這裡直接BBQ 或是直接把這三個洞直接走進去之間 但是目前蒙古沒有這個想法 就是小打小鬧 稍微騷擾 然後這裡射爆 但這裡已經有危了 好 但是壓力喔 來到蒙古家裡 蒙古現在要面臨兩台同時車 砸TC 那自己有被找到幾隻村民 村民像是巴西村對七山村 所以有稍微落後一點點 在移基部分喔 兩邊都沒有人要撿喔 有點空過來 移基想要去撿結果被砍死 清奇兵在這邊守 這邊投射一下投石車 能射掉嗎 有彈道學應該可以 再一發但是要自己吃投石車 嗚~~ 還有殘血掉 好 再來對手家裡的馬公 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有投石車在防守了 那多了其實現在功成器 給的壓力還蠻夠的 看要不要家裡補個BK 投石車出來喔 已經出了 好 投石車這邊喔 稍微反擊 下來比較好 現在出投石車喔 可以打他全部的這個膽尾了 所以蒙古現在可以簡單一點 就出這個投石車 防守然後馬公去對手家裡 殺了 應該算是對於他性狀來說 是比較好的 然後能看到自己生理死去 沒有放移基回來 直接拉了一隻馬公過去看喔 看到一隻青騎兵在這裡 投石車 砸中 這裡喔 炸了一發 喔 還好有操作 不然可能被砸掉了 好 那這邊蒙古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在這邊蓋了非常大量的房子喔 想要可能這裡圍到底喔 守住這顆黃金 然後這邊馬公直接硬上頂到一台投石車 這邊我覺得蒙古這樣打下去可能會有點慘 因為蒙古的血量會越來越少 這樣能輸入的封建就更少了 這邊蒙古可以考慮去點這個草藥治療 可以去住進城堡回血 但目前蒙古看起來也沒城堡 所以 可以 這個馬公可能要被砸掉了 完蛋 這個血量都很殘阿 這拖馬公 好 兩邊投石車 想要秀 欸 往前走 但是沒有秀到 直接被土耳其打爛了 MBL也是相當的很 投石車出了很多台 然後小心 秀一下 投一下 閃一下 投一下閃一下 充滿完修 秀一下 這個就秀得不錯 雖然想要預判走 但沒機會 蒙古這邊轉出了城堡 蒙古塗技開始出了 不出馬公了 一般馬公 效果還是比蒙古塗技差一點 畢竟蒙古塗技有對工程器的傷害加持 所以如果這個數量一多 馬公是可以輕鬆解消這些投石車 加奴靠的 馬公果然是要出去騷擾 家裡用這個投石器做防守 城堡開射 一直射一直爽 哇 殺了非常多的工兵 這名秀套都沒秀到 殘血的投石車 這邊應該不會再繼續打 這邊應該要先撤退一下 這樣 回頭砸一下 水啦 就這樣子 來了 蒙古塗技走出來 現在來解決工程器非常簡單 但是有攻兵在旁邊防守 直接砸掉一台 射掉很快 哇 全部砸光工程器 那這裡只剩分弓箭部隊而已 接下來馬公要做的事情就是上去包夾全面接滅 那這樣MBL前排的單位 要全部送掉 後車出來直接砸一波砸掉了三隻馬弓 效果很好 高打敵傷害很高 哇 殘死傷殘重 但是MBL自己的工兵黨也是全部送光了 這一波蒙古這面戰打得非常好 好 這裡又是新騎兵也是被抓到 那蒙古這邊城堡也陸陸續開了出來 兩個城堡在開出這個蒙古圖技 地龍時代也點下 那土耳其這邊也是 那3TC的好處喔 雖然自己村民術沒那麼多 但還是可以很快喔 轉出大量的一個村民 然後地龍時代也不會拖太久 因為第4個TC下的越慢喔 地龍時代就可以上的越早 那4個TC開的越快 反而不會上的更早 因為你這個肉量群會會花得更多 因為要不斷扯 好 那這邊蒙古圖技被砸了一些出來 死的蠻多 但拖子車給的壓力還是很大 這邊看一下這個操作要繼續秀嗎 還是要 地龍時代出個馬功 不是啊 出個漏馬 或是出個草原騎兵喔 直接上去印出這些單位喔 也是可以的 好 馬功還是要拿一個機動性 去抓對方村民 哇 這邊蠢多村民在伐木 超多伐木工 應該是要看到了嗎 往左走 往左走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了 大量收村 但是這裡有 土耳其蒙古圖技 在偷射 你看 射一發很痛啊 一人射一下可以打5D啊 好 但這個TG可能要不保了 傷害駝子車砸的速度很快 好 這邊收村 燒害車一下 好 這邊殺了蠻多村民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但家裡沒有這個駝子車可以防守 那這邊蒙古已經上到了地龍時代 那土耳其這邊還差5秒鐘 這邊上地龍時代之後 馬上點下安息人戰術三級 一射跟化學 弓兵路線直接開滿 好 那要來前置一個寶 來順便防守這個聖物的位置 還好可以挖石頭 魔物這邊都已經想好怎麼打 那土耳其這邊呢 轉出了銀罐 哇 真的是才藝騎兵 喔 原來我念錯了 我念成藝材 才藝騎兵可以增加馬弓血量20滴血 就相對喔 就是給馬弓再來一個品種的意思 血量非常多 那自己喔 可能要趕快轉出一堆肉馬出來比較好 因為肉馬遠方高 當落盾比較好 但是自己經濟有點慘 MBL都不想轉肉馬 可能有點困難 那邊村你被殺的有點多喔 我這次也沒有想回走的意思 好 那蒙古 開始到處空圖 城堡到處插 能差哪裡都差哪裡喔 哇 這邊這一坨蒙古圖劑殺了非常多的昏迷 這裡又一波 欸喲 蒙古圖劑直接抓到 MBL這裡馬弓血量來到了驚人的90滴血 那如果升到重裝馬弓的話 這個血量就會變100滴喔 100滴的馬弓 真的是蠻沉 好 那這裡蒙古圖劑完全體 還沒有點驚略 哇 馬弓對射有點傷啦 因為對方馬弓射速很快喔 雖然自己有血量的一個優勢 好 MBL 這邊有裡面黃金礦挖完了 商業人直接失業 經濟大蕭條 這邊耗勢都可以挖 他可能也派一點村民過來挖一點 在中間這個位置 城堡可能只是想要守住門面喔 並沒有守到任何的礦點 目前看起來MBL有點被鴨子打的感覺喔 馬弓現在要打也不一定能打贏 好 這邊稍微秀一下操作喔 一隻突厥都沒死了 OK 點下了蒙古圖 圖劑的一個升級 基金隊要來了 大衝車肉馬來了 蒙古最強的肉馬配蒙古圖劑 大衝車 最強組合 但這個組合要出來喔 要到地獄時間 一段時間才能爆得出來 這個城景是非常漫長的 哇 這邊金荒被封很久 土耳其斷軍斷了七七四九天 但自己家裡有點快守不住了 這樣工兵跟 投資車也被追著打 這邊硬砸 也不一定砸得贏 原對手蒙古圖劑 打馬弓 打工程器的額外傷害加成 全部直接射光 太狠了 這邊MBL買賣一波 把大量的木桶賣掉 暗線再輸一點出來了 要比下更多馬弓 這邊直接收穿 夾起這邊的蒙古圖劑 這邊蒙古圖劑 感覺一直有點太硬幼了 這邊死傷也非常殘重 蒙古圖劑 死了非常多 但蒙古這邊 後面有更多的兵補了過來 畢竟這邊 控圖已經控得很好 蒙古這邊沒什麼太大問題 該守的金礦處都守到了 上面這塊礦區 還被蒙古這邊壓了下來 過期要被斷金啦 哇 這裡騷擾做得很足喔 好 16隻馬弓 會上28隻 馬弓數量很明顯不夠 而且跑速現在才點下 而且重裝馬弓也還沒好 但對手 蒙古圖劑已經變精銳了 8加4 血量80低血 金冠 找炎機也點下了 找炎機之後 衝車 工程器喔 所有工程器的移動速度都會增加 所以這裡有一個 我們都會稱蒙古這個大蟲車為寶石腳 超高速跑車 好 這時候 初爾西要慢慢轉出洛馬 當然他已經是意識到 初爾西還是要打點洛馬 遠方比較高 可以來扛一下這個蒙古圖劑的一個傷害 不然一直用盲自己去扛 有點傷 好 先這邊這邊稍微砍村民 那這邊蒙古的肉馬血量非常的誇張 就98滴血 80肉 哇 升到這個大肉馬之後 血量變118 8跟騎士的120滴血差不多了 所以是這個不用黃金阿 所以蒙古沒有三級馬卡 問題不大 原因就是這樣子喔 這個肉馬血量真狠色 95滴跟118 差距還是5.3 好 現在衝車應該直接硬撞掉了 衝車直接開得過來 衝車怎麼處理 土耳其NBL黃金斷得很慘 這邊開始要來慘肉馬 可能會來不及馬公 打那個衝車傷害都只有一滴血 接下來可以吸收箭矢傷害 如果這邊蒙古伏劑直接上去 硬殺馬公的話可能會很慘 衝車已經開始有這個QRD新奇兵出來了 轉一盤有點完 轉一盤有點完 轉一盤就已經有2加R的一個能力了 抗電子的效果還是不錯 剩一滴只有8滴而已 好 現在還是要被射爆 但比較糟糕的是 這裡是NBL的一個出兵點 這個出兵點要是守不下來的話 那馬就可能要再蓋有點困難 會有點耽誤出兵的時間 好 這邊大量馬公在射這個衝車 直接吸了非常多的傷害 那這邊蒙古伏劑有一個很好的輸出空間 在這邊NBL有高低的優勢在 哇 這邊衝車又吸到了一堆箭矢傷害 這邊可能會輸喔 馬公會打不贏 直接打出來繼續 哇 直接被撞爛啦 衝車一直撞一直爽 裡面還有一些肉麻開始在亂竄 哇 這個蒙古這個打法真的是有點難守 這個一城鞋那一瞬間喔 開出來的時候就很難擋得下來了 但是我覺得更厲害的是 蒙古這邊喔 一直經濟燒的非常好 一直有在燒了它的中央的黃金礦虛 因為它很清楚喔 黃金是對土耳其來說 是非常致命的一件事情 它沒辦法打垃圾邊 所以一定要打黃金喔 黃金冰冬出來 那上面這個礦虛喔 也是早早就蓋了城堡 還有提示在這邊做防守 那其他的礦虛也是 守得還不錯 這裡這邊也是守好 所以也沒有放MBL 直接過來偷挖黃金的可能性 那真的一點 我覺得MBL這邊喔 中間有一段時間點喔 這邊被燒了太慘了 因為這邊喔 大量農民喔 沒辦法一直進行的採資源 像木頭啊跟農田 所以導致它後期 沒辦法保出這邊大落馬 不然土耳其的落馬也是蠻誇張的喔 遠方非常高 而且又免費神經 所以沒有辦法出落馬喔 我覺得是這一場 MBL守不住的關鍵之一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是蒙古全宜啦 因為自己被 土耳其被騷擾得有點慘喔 所以經濟根本沒有起來 我現在才發現這是打高欸 打高喔 D-O-G-A-O 這個也是非常強的一個職業玩家 那這邊移技拿到四個 比較晚 因為ABL都只有用這個肉馬 去賭對手的一個聖物的一個位置 所以有阻擋到對手 減移的移技的關鍵時間 所以移技的產量 並沒有這麼的好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